让你传承儒家的传统 所以有很多人就是说 你要说我就是为了考科举 他都很比喻你 你这个人就是为了当官 所以就是在政府之外 因为中国国家传统 很多时候是在政府之外 体制之外 他都建了很多民间的数研 民间数研 他说我就是要教你学问 我就是教你学问 我不是让你当官的 你要是为了当官 那你不见得到来去 他那种学问 这种学术传统 也成为社会中的力量 这对政府来讲 其实也是一种制约 没错 如果整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君子 全是被政府服务的 全是被政府服务的 那就同问题了 其实这个儒学都会扭曲的 一方面 你要向政府输送这些君子 一方面 儒学作为一种自己的传统 不能受政府的污染 因为有的时候 他为了政治公益 他可能会改变自己 甚至改变自己的主张 改变自己的观念 这个错 所以经常是这种情况 就是在政府之外 他有民间数研 尤其是这个在宋代尤其 昌盛 能下来作为来的 其实因为这个国家的文化成圣 对 它是文脉 定文脉是保持它的纯洁 它继续在政府之外 然后像中西 他就是 他后来是在五一山 五一金社 还有五一金社 然后 他这个就是 邓谷请他当官 然后 他有一次拒绝了十三次 就是说 我可以不去 他既然去 反正朝野就对他有压力 就说 你这家伙加清高 你为什么十三次都不去 他反而有这种压力 然后他就得去 但是他真去过呢 皇帝受不了他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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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这些知识 当面批评皇帝 就是 过去的旧度教 叫 叫金言讲习 大概 就是说 就是给皇帝上课 金言讲习 他是皇帝说 皇家庭说 主席大国请你给我上课 然后他就给 是送 忘了送真宗 还是送什么 然后 他就一边讲一边批评皇帝 这个怎么好传 这个传统挺好的 是啊 他就说 你现在的毛病就是 尽小人缘君子 你看他跟那些人混的 那都是什么人哪 你要远离他们 要跟君子更接近一些 说你皇帝 哪一日清正白了 劲儿不该发作 你说现在谁敢去 去 就是 现在倒是很多的 所以说 现在通常没劲儿 现在你说他 他这么挂不住的 哎 你竟敢说我 那当然皇帝就是 脸一身清正白的 就是不敢发作 最后做一件什么事 就是找个茬儿说 哎呀 请您到外地做官去 你把这个支走 那肯定是这样的 那我受不了 那皇帝还是受不了 但是他又客气 请您走 他还不敢说 中国的知识分子 如果这个是血脉 那没影响 谁送你这个条件 就是为什么说 你看这送你 你现在都不会想象 现在你批评你的领导 谁都很困难 是吧 反过来 领导都这样 领导都这样 领导都说 我都比你高明 你怎么批评我 是吧 他没有那种文化 当然那种文化就是说 你要是拒绝纳箭 你这是政治不正确的 你这是不对的 你这是不对的 是吧 你要重建逐流 是吧 讲这些东西 重建逐流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这个好制度 对 对 所以你刚才问那个 朱熹大门是在民间的 他去政府干了两天 然后政府就受不了他了 他就出来了 学在民间 但是这就保持了那个 学徒的成绩性 对 就是你必须保证 你不能跟政治混在一起 跟政治混在一起 是有问题的 是吧 然后这就是一个总结了 是吧 那我们怎么修身呢 老师 修身有什么好途径呢 对 对 我看到有一个 这讲讲这个 问的上是这个问题 跟你问的差不多 君子从何而来 那时候君子从哪儿来 这跟修身有关了 修身有关了 然后就说这人呢 有些人天生就是君子 我刚才说过 像耶稣和慧能 我说这人没见他 我动我 生以来 就是孔子发现了 生而知之者上义 就是生而知之者 这些天道最高的正义 生而知之者 最上层的人 就是最上层的人 学而知之者次也 就是说我生来不行 我们绝大部分都是 至少在这个层子 生而知之者在那儿 极少极少 但是学而知之者次也 就是我知道学习 是吧 还有呢 就是困而学之又其次也 困而不学 名字被瞎也 就是他在做的这样的封面 就是说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讲那个 讲那个第二类人 因为我觉得 第二类人可能是最多的 我们可能都是第二类人 都是第二类人 那么如何做呢 就是修身的问题 是吧 这就涉及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 教育就是 是吧 就是 当然我讲一个 其实修身的大程度上 是自己的事 是吧 自己去修炼 自己去读书 自己去拜师 自己去思考 自己去提升自己的道德手品 那么当然还有呢 相关就是 这个 帮助你去修身 是吧 因为你可能自己能力不够 因为实际上 所有 应该说 古代这些杰出的十大部 还都是有个老师的 这个 这个还是得承认 就是 完全不需要人点过也没有 是吧 就是这个慧能 其实他还是在 五祖子 五祖子 对 在点播下 引导的 他不是完全 所以老师这件事 还是有 那么在中国古代呢 就是有两种 一种是观学性的思学 观学就是 也许在上周 像商周时期 最开始就是直接 就给贵州自己小学 就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来教 是吧 就是那样 那么到后来就是大家知道到孔子开思学之先处 就是孔子开 就说明下来之前是观学 就是我们就为自己子弟来设 然后我希望你们继承我们的事业 是吧 我们国家希望发展 那么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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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观学的思学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所谓 在中央这一地步 是吧 他这个 太学堂 汉林医院 他是很高级 这个 这个应该说 观学的作用是 这个 不可低估的 是吧 但是呢 最终往中国还是 主要是思学 就是思学 就是大约细 空字以后 就是儒家的时候 发展 空字以后 那么大量思学 比如说思俗 是吧 思俗就是思学 是吧 那么这个 还有很多就是民间的书院 我想就是 民间书院 这个 我们曾经关注过 大概 当时有击败所吧 就是 南宋 南宋 是击 大概有击败所 就是思学 而这个思学呢 更关键 要在讲 就是说他是 没有政治物理 是吧 当然他会有一个倾向 就是大量思学 可能还是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考课 是吧 但是不能完全否定考课 是吧 就是这个 大量的思俗 可能说 你还是考去公命 过去 中国的孩子 都是这样的 但是民间书院 它的目的 它是探究学问的 是吧 那书院 它就是探究学问的 像我们刚才讲 俄胡会讲 俄胡书院 岳路书院 是吧 那它就是探究学问 是吧 它就是不断传承这个学问 就像都西 临死的时候 它的学问被禁掉了 就是它当时有些政治斗争 结果它那个 它那学问是说是伪学 它在死之前说是伪学 是吧 但是呢 它本来就是 它本来就不是为了培养这个 对 这就是培养学术 所以这是保持它的这个 血脉 保持它的那个学动的那个 困境性 那么 当然 还一点就是要 在 这个朱熹讲话 在日用处下工 是吧 其实 这个学习的还一点就是说 其实就是平常的修身 平常的修身 所以说 这个做法是一个卢家的工程 就是说 我刚才讲 就是说 其实孔子一开始就 注重百姓日中 他不是说 卢家就是一个高国在上 特别玄虚一套道 他从小就是在学里 然后 他后来他不断地去 到民间去访问 他入太庙美诗问 就是到了一个庙里面问 这个礼器是干嘛用的 这个礼器是什么样的 这个礼器是什么样的 是吧 然后到处去 相当于采集那个礼器 然后 还有礼器 这些东西 都是来的 所以 所以其实 卢家传统并不是高在庙上 而是在深处民间的 就是 他实际上是 是民间生长出来的 嗯 那天泽班 这个西姆班 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 嗯 西姆班 对啊 这个中文传统的 请问就是 传一场嘛 就是儒家那种 那就是 其实我们算是在民间 就是 就是 因为 因为 我也是慢慢体会到这一点 因为我最近研究这一点 我觉得其实 这个 儒家估计 不是高在庙上 它是在民间 就是 就是在日常 因为 我刚才讲 其实这个思想的 这个源泉 它的材料是来自于民间 是老百姓的互动 形成的习惯 嗯 就跟普通话传统一样 就是那些法官 他并不是从哪儿拿了一套罚点 来套 对啊 这个案件 他是从当地 我说找十二个人 就说 你们来说 本地的这个 这个习惯是什么 然后 他从那里学的东西 就是 儒家企业这个字 他收集的笔 也是从民间拿来的 所以说 这个日用处下 我相信是 儒家企业的传统 而欠大家误解 是吧 好像割断了这个的机器 其实不应该这样 其实天泽这个心 不然都可以接上这一脉 对啊 走下去 所以你看这个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日常修炼和静坐 静思 就是 就是 其实 儒家其实也有这个 就是 强调静坐 儒家也有 包括王耀明的那个面壁 就是 这也是 据说 这个检验时候 还是 每天 每天 好像是 一小时 十分钟 每天都是 大座 大座 其实过去就是有功 所以 我这就讲这个 周西 敬我神 就是 这是我那次去那个 去那股夫里 就是 也说 周西在那儿 在那儿 住 然后 然后 我去那儿 买了一个 杯塔 就是 上面啥子 静我神 我觉得挺好 就是安静的 静我神 当然我现在老受不到 刚才也问我说 能动我这儿 其实 有时候应该做到这儿 我现在就想太多 我应该静你去 就是 大家其实我劝大家 就是 很疯狂 曾孟范有什么修身的漫馆呢 曾孟范我还没仔细 我感觉曾孟范有 他应该有 又觉得这个味道 这是一种训练 一种技术性的 估计都会有这些东西 有 这应该是 应该是他们熟的一些功夫吧 应该有这些 对 像面壁也好 打坐也好 影响也好 镜子也好 博学也好 读书也好 我想他应该有套东西 对 你不见得有很高的顿路 但是你会有一种 对某些事情的反省 你在静下来的时候 你没有杂念的时候 你会反省你的事情 是吧 我觉得这个 还是 然后呢 下次再举一个 王耀明的例子 就是说 其实在日常中的学习 就是说 他说 传习路里的 有一蜀观 一蜀观 九听讲先生之学 曰 此学甚好 只是布书 送欲 凡难 不得我一学 就说 哎呀 这个学习挺好 但是我日常太忙了 我来听官司 然后断案了 我就没过去 先生文之曰 我何尝教尔离了 布书 预送玄空去讲学 而既有官司之事 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 才是真格物 如问一词诵 不可因其应对无状 起个怒心 不可因他言语完软 生个喜心 不可恶其嘱托 加以置之 不可因其请求 趋以从之 不可因自己事物 凡以随意 苟且断之 不可因旁人见悔 若知 随人亦死处之 这许多亦死皆知 直而自知 许精细审查克制 唯恐此心 有意好便宜 度人是非 这便是格物置之 布书 预送之险 无非是学 若离了树为学 对趋势招空 大家能看明白 就是说 其实你在做官司裁判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在格物 就是你就是在学 是吧 这个学问和你的日常工作没有冲突 不是说我现在学 然后那点去做工作 而是说你的工作就是学 就是在修炼 就是在提升 所以他讲 你说有些人 这个言语不妥 你就生气了 有些人 语言声动 语言动听 你就偏爱他 有些人可能私自嘱托你什么事儿 然后你就不高兴了 有些人有什么请求 有些人有什么请求 等等等等 其实这都是要 让你在这一件事情上 去磨练和提升自己 也是在修身 就是说 这件事随小 但是我是不是能够非常正确的 正心诚意地对待这件事儿 这就是在学习 这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 你不要因为这件事儿 是一个好像很日常的事儿 不是什么伟大的创训 你觉得这件事不重要 其实 你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 任何一件小事儿 都要人家对待 都要正心诚意地对待 就是修身了 其实 你就在修身 他说的就是这意思 你不能说 我念着这个 专门去修身 我念着圣禅的语录 然后专门去修身 不是的 其实这恰恰是 你应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去修身 是吧 去提升自己 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 所以这个 至少我读的这些以后 其实我在相当长时间也是这样做 就是说 比如说 天所晚的事儿 有人会说 这事儿这么小 你干嘛那么计较 我说我不再这是事儿 事儿大事儿 而这件事儿做得正确不正确 这是重要的 那么其实也在磨练自己 提升自己 你为什么 这件事儿小 你就可以不在意 你做什么伟大的事儿 其实 所有的事儿都是一件事儿一件事儿 吸引起来 那么这就是在日用处前的 其实你做了以后 你会觉得 这个事儿做得比较妥贴 做的事儿比较正确 你还有种成就感 就是新鲜的过程 因为其实 你要这个天所 会碰到很多事情 有很多危机 是吧 我们怎么去处理 是吧 你怎么去把握 你最重要是正确成意 就是你不能偏偏 是吧 所以你要正确成意 就能够把它处理好 是吧 而这个每做一件事儿 就对你是一种修备 是一种修备 其实也是一种养生啊 你这样 其实也是 所以有人说 哎呀 这个修备的养生 你这是不是天所很辛苦 我说 我倒觉得 就是 是一种享受啊 养生的养生 为什么 因为你会面对危机 或者面对一些难题 但是你要正确处理 是吧 但是这事儿 有的小就大 是吧 但是呢 不要因为它小 你就不要做好 就是小 你就要仔细去想 把它做好 真心诚意的话 真心诚意 人的心症的话 身体也会好一点 对 没错 对 对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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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们到山宫到寺庙中出家去修行 这个完全多余的 人家就行了 你在哪儿就在哪儿修行 佛在你心里 你不要到山里去找佛 在你心里 那你干什么都一样 所以他这句话叫 丹水辟柴无非妙道 禅宗跟这种相通的 丹水辟柴无非妙道 你干这种很基本的劳动 他也有佛在里面 也有大道理 也有天道 他就是这个 你刚才讲的修身 你怎么做一个精英 所以他是有一些精念 不是说我想做君子做君子 他上次是要修身这个过程 治大国如同小瑜 其实小瑜这件事是很小 但是如果有比较好的正心诚意 那其实大国的道理也是同样的 对 我不讲修其制品 你修的身 后面的事都是一样的事 当然你这个国更要正心诚意 你要偏私就很麻烦 你尝个小瑜也没有大道理 对 尝个小瑜也没有大道理 对 然后 就近丝 对 对 静坐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他是一种 什么说呢 他是一种 实际上也是一种制作环境 就是说 可以就是把这个国家的一种贞 用来支撑 这个君子来参政 就是这个 虽然说 读书是为了当官这件事是不太好的 但是呢 他在中国的唐宋以后 他还是支撑了这样子 他还是起到了正面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 当然有些人可能说 哦 我是为了当官才读书 但是别忘了 读书 就是即使你的动机不好 但是读书呢 有时候也会 这个 有不好的东西 变成你读进那个书里的道理 是吧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普遍 就是说 人可能是功利心的 对 人最初都是功利心的 也会有点境界 对 比如说 像佛教一样 佛教就是说 你要去烧香拜佛呀 你不非是要 求东西 你要求宋子 要生个孩子 要发财 要生官 慢慢就算得善良了 回到时候还不拒绝 回到时候 那你来吧 你烧香吧 但是很多人 他进了这个门槛以后 他就读书见读更多的佛教道理 他怎么就更前面 这个东西 不要太贬低 包括读书去当官这件事情 其实都是一样的 老师 读书教 科举志读书经 可以当官 我看现在咱们国家政府 老是提到公共联系 读博学 读博学 读博学很多 提的很响 我前段时间听了文章 说 习近平是一代乳生 还说 还把习近平称为是儒家的传人 就是儒家 虽然我科举志都没有了 儒家切断了 直接介入政治的那种途径 但是儒学 我觉得现在的政治生活中 国家管理中 还是用我看 我看现在政府有的那些东西 我感觉 他肯定是读了一些儒家东西 但是呢 他可能想用了儒家的某一部分 当然我觉得这个也不为错 还是专一个道理 就是说 我在读儒家的时候 一开始我可能有功利性 功利目的 比如说他 儒家里要强调孝道 或者强调忠诚 你看这个挺好吗 这个老百姓是不是会更忠诚于我 这是肯定儒家有这个东西 他强调忠诚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不是儒家全部 我刚才讲的 儒家其实讲了很多 包括这个 叫做 我上面有一个天道 这个天道是 就是有很多君子来探究 或是士来探究 嗯 那么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正的名道人呢 他是一介凡人 这是儒家的看法 是吧 所以呢 就是我们希望这个 正的名道人做 这个 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情 但是呢 他要接受这种 天道的约束 对 这是他的一个框架 是吧 这个框架呢 就是 这个 又通过了某些文化和制度来保证 因为刚才讲 比如这个文化就是说 你作为正常人 你要从见如流 就是 你不能因为你的好物 是吧 然后你不听对别人的意见 是吧 其实你要去 应该是通过一个制度 能够吸纳各方面的意见 就形成一个正确的决策 而不是你为了意识之喜怒 然后你去做一个决定 那么其实 这是儒家更全面的东西 是吧 就是儒家 他承认你要尊敬这个君 但是他要讲 君一定是在天之下的 对 然后呢 在天之下呢 为了保证君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民 那么就一群事 这些事呢 是要在一个制度下来约束他的 就是我刚才讲 就是这种 你在做决策的时候 发布最高命令的时候 那么这样一个程序 和台阶制度 制度化的批评之路 就是你拿错了 我是要批评你的 你要整体接受这样的制度 而不是说 哎 我就看到了他强调的中军 是吧 那么强调的中军 这很好 但是他还有一个前提 对君需要有的 需要约束 而中军的含义那个君 伤势 过去是指的是这个职位 不是这个个人 就是这个君就是一个政治明道 这个明道在这儿 我们假想有一个理想的明道 他要去对这个国家负责 而不是说这个具体个人 因为儒家看太多了 那些婚姻皇帝看太多 他绝不会说 这个婚姻皇帝也是好皇帝 大家可以看皇上明的那个书 他当然生在那个年代 就是那个郑德皇帝当政的时候 你想 那个郑德皇帝是最昏 明代最昏的皇帝总 对我看 你看看那个儒家太太 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动力 那么所以呢 就是说 习呢 他说我不要接受儒家的运衡 对啊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就告诉你 儒家的运衡不仅是中军啊 主席人还包括了对军队约束 你接受不就 是吧 我这个绝不是儒家之流 这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而且在中国历史上 就曾经 比较成熟的实现了 就是唐宋祝随着宋代之心 非常成熟 那就很好 就是第一 你愿意接受儒家的运衡 是吧 我鼓掌欢迎 是吧 就跟所有的人 他为了求生孩子 求摩尔巴塞去拜佛 是一样的 我欢迎你来 但是呢 你来以后我告诉你 佛法到底是什么 对对 今天我们当然欢迎你 你来 但是呢 你来我告诉你 儒家的全面思想是什么 对于政治的思考是什么 对对对对 如果他能挨招 我确实要接受儒家 而且我要接受这些东西 那这个社会是有好处的 是啊 是吧 我觉得儒家也可以介入 中国的社会 政治生活呀 应该有一套东西出来 对 儒家怎么介入公共生活 竟然介入政治生活 那就好了 对 我其实 我今年写两篇文章 其实在谈这方面的事情 有一篇叫 针对任志祥事件 就是批评是最高的尊重 产妹是最深的青年 其实里头用的大量是儒家的 你可以看看 这个后来也网上给删掉了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发 就是 那个一下子大概 我那个微信中号大概 一下子一千多 就五万多的点击了 然后就给我删掉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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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含义就是说 这个批评这件事情 批评这件事情 批评这件事情 在中国传统上 就是政治正确的 嗯 对 对 对 最高的重要的人批评就是政治正确 嗯 批评是对你的尊重 对 那个产妹你要想尽它 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看 这是一篇 这是儒家字 就是文的儒家字 对 用儒家东西能够在现在生活中 怎么再用 对 因为我就针对任志祥 任志祥批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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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是我今天讲的 然后还有一篇叫做《在齐太史简》 《在尽董呼笔》 那么这一篇呢 是文天祥的《正气歌》 其中两句话 那么讲的是两个史观 如是记录历史而不畏强权的 这个厉害 中国应该建立史观制度 在齐太史简 就是说崔渡是君 其实不是崔渡杀的君主 而是他的亲戚杀的 当然他是默认他杀的 所以太史最劲 崔渡是君 崔渡把他杀了 然后他的弟弟接着写又杀了 又来又写 他不敢杀了 这个很重要 这是《在齐太史简》的部分 那么还有一个叫《在晋董呼笔》 是晋国 晋国是这个 这个叫《赵顿史军》 赵顿史军 赵顿史军 就是这个 然后那个董渡是史军 他就记载 说你杀了 这个 然后他说 这故事怎么办 他说如果我没杀 是赵顿史军 对不起